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在下一週即將登場的GNN情報 在下一週最重要的除了這個地獄集之外 還有V仔獸的異空轉身 這邊我們先來看一下V仔獸異空轉身雙形態的技能 首先龍型態 他的隊長技能我認為還蠻強的 單邊有48倍 並且整隊可以帶上獸、妖、龍這三個種族 他的牛棚真的超級大 那如果說你要到達最大雙隊長2304倍的話 你只需要消6COMBO以上就可以了 那麼雙隊長還有額外64%的減傷 以及升回4.84倍加成 那這隊的生命力我覺得也是蠻夠的 所以這隊我覺得怎麼比1%大獎還強 嗯 嗯 不知道是怎樣 好 他隊伍技能 有這個龍科能力這邊我們就不多多介紹了 那主要是看到他這更多隊伍技能 你只要用這個龍型態作為隊長 並且副隊長可以任意的搭被選招的孩子系列 都行喔 那你當然也可以搭他的另外一個型態 龍人型態也都OK 那他這個消除10粒符石就可以有這個直傷 最多消40粒有400萬點的光屬性直傷 那並且這個直傷的1%傷害會變成我方的生命力 再來他第二個回血手段是 擊斃一個敵人就可以直接回50%的生命力 那消除20粒以上的符石全隊在額外3倍攻擊 並且這個龍型態還會追打3次無視固定連擊盾喔 你看這個固定連擊盾都直接給了 好像不用什麼手消6組符石還是怎麼樣的欸 再來還有這個所有符石兼具水、木、光喔 所以這隊大概就是水、木、光為主 然後獸、妖、龍都可以去帶 所以這個龍型態當隊長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強的 好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 他的主動技能的話是CD8引爆所有符石 並且掉落固板喔 那這個固板的話是六種符石都有 並且手批消除所有符石自身攻擊3倍 回合結束自身CD再減2喔 所以這張卡片主動技能我覺得也是蠻有價值的欸 他這個固定版面基本上就很猛了 而且還帶有炸板的能力 好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形態 龍人形態 他的隊長技能呢 單邊是54倍 如果你要到達最大倍率的話 你只需要消除三種符石 那這個雙隊長最高倍率是2916倍喔 那並且消除三種以上的符石 還會雙隊長額外增加6conver 那再來他的生命力跟回復力加成比較低啦 雙隊長只有2.56倍的生命力加成 不過他這個形態的話 單邊給的倍率比較高喔 所以也是蠻適合拿來當隊長的 那他本身可以水、木、光都可以入隊喔 雖然他牛朋友也是超級大喔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這個帝皇龍甲獸的雙型態 都蠻厲害的老實講 不過如果你要兩張的主動技能的話 那你就要練兩張滿技的V仔獸 這個是比較注意的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帝皇龍甲獸的龍人型態 他的主動技能 引爆水火木掉落光暗星強化 自身攻擊力8倍 那他這個8倍還可以搭配他的隊伍技能去做使用 他隊伍技能這邊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是龍科能力 主要是這個 龍人型態作為自身隊長 副隊長被選到的孩子系列就可以觸發了 延長轉租時間3秒 消光全隊攻擊力3倍 龍人型態再額外3倍喔 所以這個3倍就可以搭他的界王拳 8-3-24 他自身就有24倍額外的攻擊力 很誇張喔 並且還無視弓前盾 他自己無視弓前盾 然後所有服食兼具水、木、光及新效果 所以這隊一補也是沒什麼問題喔 因為他有兼具新服食效果 那這隊牛棚真的很大喔 水、木、光都可以入隊 而且他本身隊伍技能還給你兼具的效果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帝皇龍甲獸做得很成功 不像是前幾週不知道在幹嘛 那再來的話是這個地獄級關卡 這地獄級關卡只將在8月2號星期二的時候登場 他的主動技能算是很獨特 是模組目前唯一一張附加效果消除 所以有玩模組隊伍的話這張是一定要練的 他本身是6代4個效果 第一個附加效果消除 第二個所有服食兼具其他服食效果 第三個可以任意移動服食不會發動消除 第四個優避空間 可以直接完全恢復生命力 自身攻擊力10倍 自身無視固定連擊盾 所以這張卡片是魔族一定要入手的卡片喔 好的 接下來來看這個全新印記戰的卡片 機械鹹龍獸它主動技能CD6 按機械可以有三個效果 點選兩直行引爆 可以掉落該直行成員的種族強化珠 所以它可以幫你製造出種族珠出來 並且對敵方造成一個直傷 可以拿一切隱身盾 再來可以無視光勞 並且每消除一組服食自身可以追打火屬性攻擊 最多可以追打五次喔 所以這隻我覺得解版能力來講還算可以 它本身也可以解鎖羈絆 主要可以讓這個小丑皇 可以有這個羈絆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有這個活動奧家獸 這隻蠻 我覺得 我原本以為它不會出欸 沒想到竟然在第三周的時候出出來了 它主動技能霸王犬CD6 引爆右方三直行的符石 掉落木暗獸族符石 一盒之內自身五倍攻擊 然後轉換成暗鼠攻擊喔 那這隻主要可以拿來跟獅子獸去解羈絆 可以讓獅子獸 透過拉角色珠去解CD喔 算是獅子獸的好朋友啦 大概這樣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至於大家想要看更多關心的影片 別忘了開下載追蹤 以及放下小鈴鐺 下集我新的影片就介紹你 幫我刀開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